各位 这里是江苏城市频道 江苏新闻广播 正在向您同步直播的林聚离 欢迎收看 我是大力音 我是周景 进入今天的现场报道 虽然距离亚青会的开幕式还有三天 但是亚青的首场体育比赛 今天中午已经拉开了帷幕 比赛的是14到17岁的青年 观赛的也大多是12到17岁的小伙伴 现场十分的欢乐 中午12点亚青首场比赛的现场 沙特对蒙古的手球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场上的比分有点悬殊 68比7 不过呢 我想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们 还是现场的小伙伴们 大家都很欢乐 因为大家享受的是体育带给大家的快乐 尽管蒙古队落后 但是他们的情绪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现场观赛的小伙伴们 丝毫没有吝惜他们鼓励的欢呼和加油声 不仅如此 因为很多孩子午饭都没吃就来看比赛了 几个小伙伴都在分析蒙古队落后 是不是因为运动员们和他们一样 午饭没吃饱 孩子们还给运动员们准备了特别的补给 孩子们 场上运动员 有你们的鼓励就足够了 可千万要遵守观赛秩序 别往赛场上冲啊 首场预赛 沙特队以75比7胜出 大概在17点左右 中国小将将对战伊拉克 现场呢 虽然观众还不是很多 但是小伙伴们这种热烈的参与的感觉呢 大家还是感受到了 那我们临距离官方微博的网友也提出来 看到我们发的微博说 现场空的座位有些多 如果官方能够拿出一些赠票 赠给一些特殊的群体 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亚青来感受到亚青的气氛 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更有意义一些 不然空的座位实在太可惜了 现场的票务人员也告诉记者 从今天开始 南京亚青会19个场馆 都陆续有赛事上演 目前 网络上仍有大量门票出售 比赛现场也可买到门票 预赛价格在15到50元左右 决赛不超过100元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